这个是我的肚子 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腹肌 因为没吃饭 但是当我在做精准体脂测试之后 我发现尽管我的体脂率只有11% 但在肚子上仍然有四个地方 在悄悄地囤积脂肪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吃的比较多而不运动的话 这四个位置的脂肪会平均地增加 从而形成一个软软的小肚子 大家可以捏一下自己 看看哪个位置的脂肪比较多 对于我来说 一的脂肪比较少 而三和四都能捏到软软的一层 那这个能捏到的脂肪 就是皮下脂肪 但还有些小伙伴 明明肚子很硬 皮很薄 捏不到明显的脂肪 但肚子仍然很大 那这种情况下 你很有可能就是二的脂肪过高 也就是咱们说的内脏脂肪 诶 那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家 为什么都是吃的多冻的少 有些人长的是皮下脂肪 而有些人则是内脏脂肪呢 可能这时候小伙伴会说 哎呀不管什么脂肪 只要我少吃一点 就都可以把它剪下去 可是事实证明 有些人每天都在饥饿状态 已经吃的很少了 但还是有小肚子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所以对于形成内脏脂肪来说 它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在2007年的一个调查研究中 实验者把42只猴子分成两组 让其中的一组 每天吃定量的反式脂肪 而另外一组 摄入相同热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在这两组其他饮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6年后 每天吃反式脂肪的猴子 不仅体重要比另一组高 而且腰围 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容量 要远远高于另外一组 假如这个猴子的实验 也适用于咱们人类的话 那么长期大量摄入反式脂肪 就算我们没有摄入很多卡路里 也仍然会囤积内脏脂肪 让我们的腰变粗 所以要想减掉内脏脂肪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减少甚至避免反式脂肪的摄入 那生活中有哪些食物 是含有反式脂肪的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 高温油炸食品 比如炸薯条 薯片 烘焙类食物 比如蛋糕饼干 在制作过程中 都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 但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就不多说了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奶茶和咖啡伴侣 也含有反式脂肪 因为有些奶茶 根本就不是牛奶做的 而是一个叫奶精的东西 它相对于牛奶 不仅成本更低 而且口感更加醇厚 所以很多奶茶店 都用这个来做 但是奶精里含有的 氢化植物油 会产生反式脂肪 如果长时间喝奶茶 形成习惯的话 就有可能增加 形成内脏脂肪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特别 喜欢喝奶茶的话 我建议下次在买之前 问一下有没有用牛奶做的 很多奶茶店 都是有这个选项的 而在选择其他食物的过程中 除了看标签里的 反式脂肪含量外 大家还需要看一下 是否有下面这些原料 如果有的话 也要尽可能少吃 因为就算标签上 写的是林克 它仍然含有反式脂肪 可是话说回来 控制反式脂肪 并不是最难的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都相继出台了政策 全面禁止这个东西 可能过两年 我们的货架上 就已经完全看不到它了 然而真正有难度的 其实是另一个东西 在2009年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在场两组人 每天分别喝 等量的葡萄糖饮料 和果糖饮料 在观察了八周之后 他们发现 因为卡路里 收入总数是接近的 这两组人 都长了相似的体重 可是喝果糖饮料的一组 内脏脂肪的增长量 几乎是另一组的四倍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 葡萄糖 是直接可以被我们 利用的能量来源 当葡萄糖饮料 被我们喝进去之后 进入肝脏 假如我们肝脏需要能量 就会留下一部分葡萄糖 剩下的葡萄糖 会传导到其他部位 从而被消耗和利用 而果糖是不一样的 因为只有肝 可以代谢绝大多数的果糖 当我们喝进去之后 就算肝脏已经有了足够的能量 它也会把大部分的果糖 留在肝脏 如果我们果糖 收入过量的话 它就只能以脂肪的形式 存储在肝周围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脂肪肝 就像美国著名的内分泌学家 罗伯特·勒斯蒂克 在他的Fat Chance这本书里说 我们人体代谢果糖和代谢酒精 是极其相似的 其中最大的区别 只是果糖它不上头 所以第二个 减掉内脏脂肪的方法 就是要控制果糖的摄入量 看到这儿肯定有小伙伴会想 你这意思是不是就不能吃水果了 这里的果糖并不是指水果里的糖 而是一种单糖结构 我们平时喝的很多饮料 加工食品 以及炒菜用的白砂糖 红糖 以及水果 都含有这个东西 可就是因为它到处都是 我们几乎很难 彻底戒掉果糖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学会辨认哪些食物 富含大量的果糖 并加以控制 那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会把含有果糖的食物 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炒菜时候用的糖 它的主要成分是遮糖 而遮糖又是由一个葡萄糖 和一个果糖构成的 所以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也会多多少少摄入一些果糖 但这个我个人是不会太在意的 因为你把它戒掉之后 就几乎什么都吃不了了 第二类就是水果 首先水果是可以适量吃的 因为有些水果富含膳食纤维 它会放缓我们肝脏代谢果糖的过程 从而减小肝的压力 但是我仍然推荐大家 选择一些果糖水平较低的水果 比如草莓 而少吃一些高果糖的水果 比如葡萄 但偶尔吃一下也没有问题 只要控制量就好了 而最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第三类 也就是加工食品里的果糖 无论是可乐还是奶茶 很多含糖饮料都在使用一个叫 果葡糖浆的东西 这个东西含有大量的果糖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 最应该远离的就是这类饮料 同时大家在看食品标签的时候 也要注意添加糖这一栏 比如我手里的这两个酸奶 一个总共5克糖 0克添加糖 而另一个总共13克糖 有12克添加糖 那么说明左边酸奶的糖 都是来自于牛奶的乳糖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而右边酸奶的糖 是来自于额外加的蔗糖 按照咱们上面所说的公式 也就是有6克的果糖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 希望大家每次在买这类食物的时候 都要仔细看一下标签 那话说回来 肯定是右边这个酸奶更好吃一点 最后需要大家注意的 是果汁这个东西 它既保留了水果里的果糖 也没有水果的膳食纤维 所以如果经常喝的话 很容易就会对我们的肝造成压力 形成内脏脂肪 所以也要尽量少喝 第三个可以减少我们内脏脂肪的方式 就是运动健身 尤其是力量训练 尽管不管是有氧无氧还是HIT 各种运动都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减少内脏脂肪 但是当我们进行力量训练增长肌肉之后 肌肉本身就会渴望使用更多的糖分 从而达到减少内脏脂肪的目的 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要想减掉内脏脂肪 我们要控制反式脂肪的摄入量 以及果糖的摄入量 同时我们要有规律地进行运动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做一些力量训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哦 OK 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是双十一了 那在这里呢 我给我的赞助商MyProtein 以及我的衣服打个广告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是MyProtein无乳糖版的分离乳性蛋白粉 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乳糖不耐症的话 诶 这个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官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口味 大家可以选择 我会把链接和我的专属折扣码 放在评论区 同时大家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件 高领运动长袖 上个视频就有小伙伴们问了 今天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 同样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视频最后我想说 尽管视频里提到奶茶 可乐等等视频简单的危险 但是偶尔喝一下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真正了解到 如果你长期吃这些东西 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从而让大家发自内心的 有意识的去控制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长期坚持 OK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